蒋介石1975年4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 在台北阳明山关底内病逝 享年88岁 当医生把蒋介石身上插管拔下来时 天空突然开始打雷和下雨 房间内从未掉下来的落地窗大窗帘 突然诡异地掉了下来 这些异象都被在场的人记录了下来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大陆 中共一片欢呼 这个老冤家总算走了 但只有一个人不掩饰内心的些许悲伤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特意打开录音机 一边听着宋朝词人张元甘的词贺新郎 一边用手打着拍子 这首词的第一句是 目尽清天怀骨精 啃儿曹恩怨相而辱 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天下的人 又怎么会在那些个人恩怨上纠结呢 抛弃成败 这里毛表达了对蒋的敬意 算是对这位老对手的送别 并将这首词的最后一句 举大白听金吕 改为了君且去不虚顾 蒋介石1930年代追着毛泽东和中共打 1940年代末 毛泽东追着蒋介石和国民党一路打 蒋介石第一任妻子叫毛福梅 毛泽东最后一任妻子叫江青 江青的江和蒋介石的蒋字的发音 是不是很接近呢 这两个人生命中的巧合 又只是巧合吗 相互斗了一生 毛和蒋的感情确实是很复杂的 帮助监制的发音乐 帮助监制的发音乐